这节课中我们将学习如何自制手工蜡烛 您需要以下材料 蜡和硬脂酸 棉灯芯 人工染料或颜料粉 模具 首先把石蜡和小半碗的硬脂酸倒入一个平底锅里 用小火慢慢加热 将这些材料混合均匀 如果要制作有色蜡烛 现在可以加入少量染料到混合物里 您可以滴一滴蜡来确认颜色 重复这个步骤 直到得到您想要的颜色 把棉灯芯浸入透明的蜡水里 这样更容易让灯芯附着上蜡 准备工作都做好后 就可以把完全融化的蜡水倒入模具里了 小心 因为蜡水会非常烫 所以不要太快地把灯芯放入模具里 等到蜡开始变硬了 再慢慢放入灯芯 让蜡烛冷却 移除模具 蜡烛就做好了 来试试自己做一个蜡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